好,刚刚这个例子的话,我们是什么?用浮动来做了,是吧? 我们来做了之后,那么就有同学问的比较多了,就是关于这个浮动的什么呢? 这个负一是怎么回事,是吧?负一的话,为什么可以合并呢? 首先我们浮动本身怎么样?浮动本身是什么? 我们这个框子它会互相靠吧?靠在一起吧,是吧? 靠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首页,这个,这个是一个LIS呢? 它如果是负一的话,怎么样?它是不是往左边动一个,是吧? 动一个之后,然后第二个LIS怎么样? 如果说每次都是负一的话,它会自动的靠过来吧? 因为浮动本身会靠过来,会挨齐,是吧? 好,那么它靠过来之后,是吧?那么它们两个又挨齐了吧? 然后它本身又有一个负一怎么样?是不是叠在一起了,是吧? 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原理啊,浮动本身的话会按元素挨在一块, 按照这个DIV按在一块啊,好,我们这是LI,是不是啊? LI本身是什么?就挨在一块吧? 好,这是关于刚才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 好,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大家记得啊,我们的这个UL的话,它就有些特殊的地方 大家记得要设置这几个,是吧? 一个是要去掉UL的小缘点吧 去掉UL的小缘点的话用什么? 临时的时代,LUN,是吧?就去掉它的小缘点啊 那么这个是经常设置的啊 还有一个UL本身的话怎么样?它有marking 是吧?UL本身有marking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设marking就可以把它原始的marking给覆盖掉 明白没有?啊,覆盖掉它原来的就行了 如果你不想设自己的marking的话 那么也不想它的marking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marking整体的设为0也行 明白没有?设为0的话就把它 把它初始的marking把它去掉了啊,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一有marking,你就设置自己的marking 设置自己的marking的话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UL的marking给干掉,是吧? 那么这个UL它本身又还有padding,是不是这样的啊? padding的话,如果你不想设padding 但是它有padding,你就什么? 直接什么?设置一个padding等于0,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覆盖掉它原始的这个padding了啊 这是关于这个UL的什么呢? 它的一个什么?UL的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啊 这是UL特殊的地方,大家记得要设置这三块内容 怎么样呢?才能把这个UL当成什么? 当成DIV来用啊,记得啊 如果你想把它当成DIV来用的话 记得要设置这三块内容啊 三块内容 好,这个的话关于这个题目,那么这个练习的话 大家如果说没做完,下去再做一下,好吧? 这个的话支持点还是比较多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关于浮动的另外一个特性啊 好 我们大概的话就讲到了浮动的这前面五个特性了啊 五个特性都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第六个特性啊 第六个特性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负元素如果没有设置尺寸 一般是宽度设置啊,一般是高度设置啊 高度不设置的话,那么负元素什么? 整体浮动的元素无法撑开负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负元素需要什么?清除浮动,清除浮动 这个是一个很经常考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清除浮动的话,面试中也会经常考的啊 如何清除浮动,这个也是经常考的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负极的时候如果不设置高度啊 那么的话这个高度会撑不开啊 好,一会的话大家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除浮动是什么一回事啊 清除浮动啊 清除浮动啊 点HTML 好,比如说我这里啊 还是用ULLI来做吧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有个UL是吧 好,来看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211 好,211 那么每一个每一个是50乘50啊 好的 好,比如说这个UL是吧 然后它 这个它的这个类名是List的 是吧 或者叫做什么呢 List吧 List 好,List 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多少个LI呢? 就是8个LI是吧 然后有8个LI 然后乘以一个8 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好,然后我把LI编个号是吧 编个号是吧 编个号的话 我可以怎么写呢? 那么在LI里面 写一个什么呢? 多了是吧 那么昨天讲过吧 好,这样的一个啊 好,注意一下啊 好,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好,这样一个效果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写一下它的样式啊 SGLE 然后是这个List 是这样的啊 点List 点List 然后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度啊 宽度假设是什么呢? 210px 好,假设我先写高度吧 先写高度啊 高度假设是也是 呃,来个400吧 400px啊 好,400px 好,然后来一个Border 然后是一向数实现 来一个000 是不是这样的啊 同时的话 我让这个 让它聚中一下 是吧 聚中一下 marking 然后是什么样的 呃,50px O2 然后是0 是吧 好,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好,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的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对这个UL进行改造一下 是吧 改造一下UL UL要改造的话 一般是要设三个属性是吧 首先把它的list 把它什么呢 这个小一点给去掉吧 是吧 是吧 list start把它设为什么 lun是吧 好 然后的话 它还有marking是吧 marking的话 那么这里面已经设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设了之后 就覆盖掉它原始的marking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三块是吧 好,我们把它放一起吧 好,放在这里 假设说marking先设置一下 然后list start设置一下 然后padding再设置一下 是吧 假如我不想用它的padding 我就把它padding设为0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就可以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个DIV的 有没有 好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刷新一下 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的一个DIV啊 好 DIV里面的 那么DIV里面每一个LI 每个LI的话 大家也把它看成是DIV就行了啊 每个LI 你把LI看成DIV就可以了啊 它就是DIV啊 好,这里面每一个什么呢 list里面的LI是吧 每个里面LI的话 那么它的宽度啊 宽度假如说是 宽度是50 50乘50是吧 好 假如宽是50px啊 好 高度也是50px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background color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go的吧 好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marking是吧 marking的话 如果拿一个十个像素 是这样的啊 十个像素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的话 每个LI英文是什么 每个LI都是什么 快元素吧 那么每个什么样 占一行吧 每个占一行啊 然后它们之间怎么样 还有什么 这个十个像素的marking吧 同时怎么样 还有marking的合并吧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合并呢 按理来说一和二之间应该是二十的吧 是吧 这个时候还是十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跟这个左边一样宽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LI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LI给它浮动一下 是吧 给它浮动一下它是不是可以排成一行啊 是吧 好 看一下啊 好LI给它来个浮动 来个float left 好 浮动一下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是不是排成这几个啊 排成这几个啊 好 好 这个的话暂时没什么问题是吧 没什么问题啊 好 那么的话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有时候的话我们这个高度是不确定的 为什么不确定呢 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点一篇文章 是吧 比如说有一个文章列表 我们点一篇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呢 它的高度是不确定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的文章是不是长一点的 有的文章短一点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文章的这个文章内容外面加一个方框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如果这个方框写固定值的话 有的文章短的话可以放下 有的文章长的话 是不是就裁切掉了 是不是这个文字会什么压到那个线上面呢 是不是这样啊 是吧 我们每篇文章嘛 比如大家在网上看那个新闻 新闻有长有短吧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每个都固定的长度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般是希望怎么 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啊 一般希望是什么 把这个高度什么呀 把它不射啊 比如说这个L 这个历史的 我的高度一般是不射的是吧 我们希望不射这个高度啊 不射这个高度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前面做了一些例子什么 高度是不是自己会撑开啊 是吧 高度是不是自己会撑开啊 就是那种越多 是不是越撑 撑得越高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是浮动的时候 那么它会不会撑开呢 是吧 看一下啊 好我这个高度啊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把这个高度什么 取消了吧 假设我把它注掉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这个高度如果没有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啊 好 没有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 刷新啊 是不是没有这个框呢 这个框压根就没有撑开 看见没有 啊 没撑开啊 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浮动的元素怎么样 这几个LI怎么 都是浮动的吧 浮动的元素怎么样 它就撑不开这个UL 就是说浮动元素 比如说我用DIV也行啊 DIV里面全是DIV的话 那么这些DIV如果浮动的话 这些DIV就撑不开这个外面这个DIV 就导致什么 这个外面这个 这个容器觉得它里面的东西是没有的 所以说它就变什么 变成一条线的吧 它就缩成一条线了啊 好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一个bug啊 这也是一个bug 好 那么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解决呢 是吧 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清除浮动啊 清除浮动 好 清除浮动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那么首先的话有一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什么 overflow hidden 大家前面用到吧 overflow hidden可以解决marking top塌陷吗 它居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时候 然后设一个 在副极上面记得啊 在这个副极上面设一个 overflow hidden 是吧 好 这个时候设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可以了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再加多一些 是不是都可以啊 看一下啊 假如我再加多几个 好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都可以啊 自动的撑开吧 好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bug啊 那么必须加一个这个是吧 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法是吧 第一种解决方法呢 这个方法还是什么呢 有问题啊 我们后会说到的 是吧 虽然说很很什么 很方便嘛 加个属性就可以了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这是啊 好 注意一下啊 这个是第一种解决什么呢 这个 第一种清除浮动的方法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清除浮动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清除浮动 只要是为了什么呢 让这个元素可以有什么 可以让什么 浮动元素可以撑开它啊 这个现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说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清除浮动啊 大家记得啊 清除浮动就是为了什么呢 让什么 我们的浮动元素可以撑开负极的高度 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呢 清除浮动 大家记得啊 清除浮动 以后大家碰到这个面试题的时候 怎么清除浮动啊 实际上就是 就是要考虑什么呢 我们的子元素如果浮动 负极的高度撑不开怎么办 实际上是考到这个题 明白没有 好 刚刚的话 我们说清除浮动的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用这个 是吧 这是第一种清除浮动的方法啊 这是第一种啊 第一种清除浮动的方法啊 第一种清除浮动方法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在最后面一个元素加个空的DRV 是吧 然后给他加一个样式什么Clear Boss啊 好 这个方法的话是以前我们的用的方法啊 在最以前我们做网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方法 我们是用这种方法 清楚浮动的啊 那么这种方法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多了一个多余的DIV啊 是这样子啊 啊 这个方法相当于多了一个多余的结构 还不知道这个结构是干嘛的是吧 结果它是清除浮动的啊 好 我来演示一下啊 那么如果是这种方法的话 是吧 好我把这个阻掉之后 那么它还是恢复到这个什么呢 Bug的状态吧 看见没有 是不是还是Bug的状态啊 好 那么第二种方法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啊 在最后一个地方加一个什么呢 DIV啊 在这个里面加一个DIV啊 好 加一个空的DIV 这个DIV的话不干别的 它就是什么 清除浮动用的是吧 然后给它来一个 给它来一个事代 给它来一个行间样式啊 比如说是Clear Clear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属于是干嘛的 它专门用适用来清除浮动用的啊 清除浮动用的 比如说Clear来一个Boss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清除两边的浮动啊 好 加上这样一个 加上这样一个什么呢 属性 加上这样一个DIV之后 看一下 会不会使用这个效果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行不行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啊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 以前我们做网页的时候 会做的 会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以前做网页的时候 会大量的看到这种效果是吧 大家看到这个什么 空DIV 然后ClearBoss是吧 一堆这个什么 没用的这个标签是吧 它只是用来清除浮动用的 是吧 好 这种方法的话大家要知道啊 因为考了试试的时候 大家 什么 灭试的大家要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方法把它写出来啊 所以说它这个方法 只是用来灭试用的 是吧 所以实际开发中我们是不用的啊 实际开发中呢 我们是用第一种方法 有时候是可以的啊 第一种方法 或者是用第三种方法 是吧 好 第三种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什么呢 国际通用的 什么 国际通用的 高大上的方法啊 高大上的方法啊 这是第三种方法啊 第三种方法的话就是 用这个什么呢 ClearFix 这个成熟的类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ClearFix 前面是不是用到过啊 是用到过啊 用到过的话 那么下面这个写的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合并的写法啊 是一个合并的写法啊 好 我们把它的什么 拆开来写 然后再告诉大家怎么合并啊 好 来看一下啊 第三种方法的话 怎么样呢 好 我把这个方法给注掉啊 注掉之后 然后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第二种什么 清楚浮动的方法啊 第二种 清楚 浮动 的方法啊 好 好 第三种方法就是写一个什么类 写一个成熟的类啊 这个类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帮我们清楚浮动啊 那么它也是什么呢 通过ClearFix啊 这么写的啊 ClearFix啊 ClearFix 然后它一般都是这个单词啊 那么你写成AABB也可以是吧 但是大家都约定属性这么写的 那么你也这么写吧 好 好 ClearFix的时候 然后它是用了什么呢 我们前面解决那个Market Talk 它现在是用了什么 before吧 它是用了什么 after 那么为什么要用after呢 它实际上是怎么呢 就是什么 它就类似于这种方法 类似于这种方法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 我们直接写DIV塞到后面吧 after是不是可以什么 通过样式往后面塞东西啊 是不是啊 这是个伪元素啊 伪元素选择器是不是可以 通过样式往元素里面塞东西啊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用在元素里面写什么 无用的东西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通过样式来塞东西啊 怎么塞了那么一样的写法 那么是塞一个content 塞一个空的字符上塞到后面去 明白没有 好 然后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把它的Display设为什么 table啊 table 好 Display设为table之后 然后再写一个什么呢 再写一个clearboss 那么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写法是不是跟它一样啊 clearboss啊 那么这种方法就类似于 这个方法明白没有 只不过是我们什么 通过什么 通过样式往里面塞东西 那么我们就不用写无用的结构了吧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你写完这个之后 来看一下啊 写完这个之后 那么默认的还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我把它注掉了啊 还是这样子 好 那么你写了这个方法之后怎么用呢 记得啊 把clearboss把它加到这个负极上面去啊 加到后面去就行了 明白没有 clearboss 好 加完这个之后 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了吧 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好用啊 大家把这个东西写到你的公共样式里面怎么样 是不是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加一个这个就行了 好 大家记得啊 你写的时候是写clearfix啊 有人这么写 有人把把这个什么 after也写上去啊 不要写这个after了啊 直接写clearfix就完了 明白没有 after是指的它一个状态 类似于它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的后面是吧 表示一个位置啊 用的话是用clearfix 好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解决什么 这个清除浮动的问题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实际的开发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清除浮动和那个什么 那个解决market talk 塌陷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什么 这个清除浮动的问题 明白没有 那么就把它合并成一起写的啊 好 合并成一起写是怎么写的 比如说 那么这个 点clearfix clearfix 它这个清除这个 解决market talk 塌陷是不是这么写啊 before啊 before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content 是吧 然后是 这个吧 然后是怎么 啊 Display 然后拿一个table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把它合并一起 然后这个的话 既可以 它可以解决两个bug 明白没有 两个很游民的bug 是吧 比较著名的bug 是吧 它这一个类就会解决了 是吧 我们实际开发就是这么做的是吧 好 把它合并成一起怎么合并呢 来看一下啊 合并一起这么合并呢 那么我们把它公共的拿出来吧 公共的先拿出来 公共的是不是这一句啊 这一句吧 公共的拿出来啊 它过来写成一个组是吧 好 点clear clearfix 然后是什么 before吧 before啊 打个逗号 是这样的 打个逗号啊 点clear fix 然后是什么 after吧 after after之后怎么样 把公共的写到这里吧 公共的是吧 这个就是公共的啊 这个就是公共的啊 然后的话 再当再写他们分别的不同的地方吧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after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啊 after啊 好 这个点 clearfix 啊 clearfix 然后是after after after after的时候怎么样 它有一个 clear什么 boss吧 clearboss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就是清楚浮动用的啊 boss 好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合在一起了啊 合在一起了啊 那么的话 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这个after怎么样 它有时候 IE不认啊 after和before有时候 IE 这个浏览器啊 IE什么呢 现在它 IE叫什么呢 叫非标准浏览器啊 IE叫非标准浏览器啊 我们说标准浏览器指的是什么呢 火狐或者是crop 是吧 IE叫非标准浏览器啊 那么针对非标准浏览器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就什么 我们还给它一个东西啊 什么东西呢 再写一个东西啊 有一个 再来一个点clearfix啊 clearfix然后什么呢 给它拿一个zoom属性啊 这个属性的话是IE独有的啊 IE独有的属性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zoom 就是IE里面怎么样 这个属性是什么 可以缩放网页 可以把网页放大缩小的 明白没有 那么的话 我们把zoom设为1 什么意思啊 网页不放大也不缩小 那么这不是废话吗 是吧 但是这个废话的话 可以解决IE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清楚浮动的问题 明白没有 这个做的话 就是为了做什么 做兼容 明白没有 这个是兼容IE的啊 如果IE不认这个after和before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来解决IE的问题 明白没有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写法啊 就是国际通用的一个完整的写法啊 那么就是解决什么呢 解决两个bug啊 而且是什么 兼容性的写法 明白没有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clickfix最终的啊 clickfix最终的写法啊 就这么写的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后面的话在开发中的话 会把这个类放到我们的公共的这个样式里面是吧 那么凡是碰到这种bug的话怎么样 我们就用这个clickfix就可以了 好 这么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刷新一下吧 没问题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清除浮动的这个啊 这个写法啊 好 大家注意了啊 大家可能有时候做的时候出不来是什么呢 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碰到这个什么 清除浮动的问题啊 是因为什么怎么样 你是不是给了高度啊 大家记得啊 高度不给 不给高度的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给了这个宽和高 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啊 给了宽高就没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不给高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明白没有 不给高度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 而且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浮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那么你如果不浮动 你如果用行内块的话 它也可以撑开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那么主要是浮动的时候 一个是指元素要浮动啊 一个是指元素要浮动啊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负元素不给高度啊 这两点啊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清除浮动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就用这个公共的样式类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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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